欢迎来到功夫者 然后我们接着上一集的教学 上一集我们讲的盘手和基本的攻击 那这一节课我们开始讲一个基础吃手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 就是最基本的抢弓 武士抢弓 吃手里面最基本的武士抢弓有 拍打抢弓 瘫打抢弓 扶打抢弓 拉打抢弓 还有临轴打抢弓 为什么会有这武士抢弓呢 就比如当我们的盘手已经盘得很好了 你看对方已经没有什么空隙 你看我打他 我打他 他已经没有什么漏洞 已经没有什么漏洞可以打 已经基本上没什么漏洞可以打到他的时候 就是我单击的动作已经没有什么 他已经没有什么漏洞让我打得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用双手配合的动作去攻击他 比如你看我在盘手的时候 盘手在这个时候他的摊手护得很好 我的拳打不进去 他的上面的辅射也护得很好 我的拳也打不进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需要用两个手去配合 我要把他的结构给他破坏 比如说我用一个手破坏掉他的辅手 破坏掉他的结构 另外一边进去攻击他 这个就叫做武士抢弓 就是教你怎么样用不同的双手配合的办法 去先破坏对方的结构 然后再去进攻他 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课就是武士抢弓里面的拍的 比如我在盘手的时候 在这个的基础上盘到对方扶手在上面 盘手在下面 我打不到他 然后下面也打不到他 他的结构很稳 把中间的护得很死 这个时候我需要把对方的扶手 把他的扶手打开 用我另外一个手去攻击他 从这边看着你 这样去打他 我们看一下分解动作怎么做的 我们先单练 盘手盘到绑手在上的时候 我的这个扶手抬起来 变整手 然后变拍手横过去 拍到对方 同时另外防守折下来 便拍到上部 出哪个拳上哪个脚 踏进去再看一遍 把三个动作连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武士抢弓的第一课 拍打对门拍打抢弓 发了水分 把淀子抢弓 掌&瘣